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抗中这件事 好像印度都一直成了美国的马前卒 那现在这个冲突点有两个 一个是在斯里兰卡 另外一个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我们就分头来看一下 在印度这边其实是讲说斯里兰卡这里 那原本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船 他们就是要去停靠 但是就施压这个印度这边就质疑说 远望五号是间谍船 可能是要刺探我们这个印方的情报 会威胁国家安全 所以就向斯里兰卡来施压 是不是印度也搞起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印度也要来玩吗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8月13号的时候 后来终于是停靠了 那宣布同意这个远望五号可以靠港 其实斯里兰卡是不敢得罪吗 还是反过来说 明明就是我中国租约的 这个汉班拖塔港口 有99年租约为什么不能够进来 所以感觉上面又是美国跟印度 在使力这件事情 那其实斯里兰卡 它之前陷入到这个财务的危机 我们那时候讲说他们整个国家破产了 大家连加个油都要这样大排长龙 然后甚至日子都过不下去 要回去烧柴煮饭了 那当时中国大陆是伸出援手 运了千顿的白米到斯里兰卡救急 那中国大陆就讲说 能力范围之内提供帮助 可是印度的媒体感觉起来 这个可是间谍船 有双重用途的 还可以追踪这个卫星 甚至发射洲际导弹这些飞弹 都有这样子的影响 这个船不简单 可是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回应 汪文斌讲说 其实我们不是 中国不会去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 跟经济利益 但是美国真的对印度有办法吗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它就是必须要靠着印度 来制衡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对于印度很多的做法 美国也是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方说印度他自己买了这个恶油的事情 因为他买了恶油 所以美国就警告他 那印度的官员还回嗆 就说拜托 我们是提炼了 还卖给你美国 来这样子反向美国 那美国你自己为什么要买呢 很奇怪 那再来看看这个拜登放任 这国人侵犯人权 这国就是指印度 那专家讲说 其实他是想要瞄准大陆 就软硬兼施 好像我跟你印度也有一点 好像示警一下 你要听我的话 另外一方面又跟你 有一点好像送一点糖 送一点甜头 其实要你站队我这一头 那另外一个冲突点 就在沙烏地阿拉伯 因为我们一直在留意说 到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不会在本周 去访问这个 等于说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区域访问中东呢 今天看到这个Politico 在昨天晚间最新的一个更新 他就说 不愿透露姓名的沙国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最早可能在本周进行 本周的时间我们数一数 还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还有四天时间 所以本周一直到星期天之前 都有可能是本周之内的时间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有机会 那习近平的沙特之行 现在他们Politico就讲说 他是要利用利亚德 跟华盛顿的紧张局 是要给华盛顿好看吗 那这个沙国跟中国之间 现在反映出来 拜登政府的这个杠杆竞标 那根据细节还有透露出来 说这习近平不会对沙国人权 提出讨厌的问题 而是会受到沙国 红地毯上的一个欢迎 所以其实看起来 这个沙国跟美军 是不是越走越远 他们甚至还延期了 他们的联合军演 那现在看起来 还有包含了沙国 对于美国的姿态上面 也越来越高了 因为沙国有钱 我现在反过来买你美国 我当我变成你的债主的时候 美国的发华权就更少一点 全世界都在脱手美债 但是沙国却是大买美债 他现在持有美国的美债 大概是到了 1190亿美元 因为美国会有求于沙国 所以当我持有的越多 你就拿我没辙 其他国家反倒是我 避免被你制裁 避免被你制衡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 现在还批准向这个沙国阿联酋来出售武器 对抗伊朗 那反过来美沙过去也有旧恨 话不投机 美媒接出这个沙国王储 还吼了这个白宫国安顾问 那就是苏立文去年首度跟沙国王储会面的时候 提起哈绍吉当面被吼斥 甚至王储还讲说 永远不要再听到哈绍吉案 要沙国提高石油产量的事 你也不用再想了 我们首先问一下赖老师 美国跟沙国之间的关系 确实没有以前好 最主要的是因为以前美国是沙国的最大的石油买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是最重要 而且也是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有这两个关系 沙国跟美国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好 可是现在的情形是美国跟沙国 同样是石油的竞争国 而且沙国在武器方面 也可以不用再依赖美国 它有中国大陆可以做选择 当然沙国要使用俄国的产品 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问题就在于它使用大陆的军用产品 没有违和感 没有矛盾 而且在过去来讲 已经有实战的经验 不管是防空系统 或者是无人机的攻击系统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对沙国来说 现在对中国大陆的隐形战机 外销型的歼31的隐形战机 很有兴趣 对它的一些战舰也很有兴趣 因为美国现在的战舰的建造能力 也不如以前了 战舰的建造能力不如以前 第二个 每一次武器输出的时候就开一堆条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刚刚讲的 石油的最大的竞争国 而且这一次美国到沙烏地阿博的时候 它是要求沙烏地阿博 伤害自己的利益来成就美国 也就是增产再降石油价 我把石油增产 然后我把石油价降下来 我等于是多卖少赚 对沙烏地阿博来讲 我怎么会欢迎你 而且你来的目的是要给我施加压力 中国大陆刚好就完全相反 中国大陆是石油最大的买家 也是武器可以的 战略性武器可以是成为沙烏地阿博的供应国 这样子对沙烏地阿博在这个迅尼派里面 他一直维持领导者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而且不用再依赖美国 也就是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 这样的情形对沙烏地阿博来讲的话 一个最大的买家 然后又是一个武器的供应国 摆脱他对于美国的依赖 还有就是基础建设这个部分 未来跟中国的合作 未来城跟中国的合作 这个整个空间是如此的大 当然他更欢迎 但是有关于斯里兰卡跟印度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过去印度 一直把斯里兰卡视为他的近软 因为就在他的东方的南部 东南方 一直把他视为近软的时候 现在斯里兰卡 他本身也因为多了选项 过去印度对于孟加拉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还有这个尼泊尔 那么态度都是很不友善的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改变了 因为这些国家 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可以选择跟中国的合作 选择跟中国合作 那他们就不用再养 或是看这印度人的脸色来过日子 你想想看 布丹也尝试的 想要跟中国建立正式的关系 尼泊尔也已经跟中国大陆建立关系 而且看起来 目前的方向是还可以的 斯里兰卡跟大陆的关系 就是您刚刚讲的 哈曼斯克港这个地方 大陆是帮他们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小渔村 现在扩大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沙恩港 交换的条件就是 中国大陆有这个港口的经营权 有99年的经营权 现在把自己的科学船 放到这里来 这是25000吨的科学船 放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等于是已经开始去测试 中国未来的军舰 或是舰队使用这些港口的能力 跟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对印度来讲 它当然保持高度的警戒 这个是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它是斯里兰卡的内政问题 内部问题 你印度可以表示你的态度 但是不能够干涉斯里兰卡的内政 对 没错 我们接着来问一下杨老师 其实斯里兰卡这个事情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理解 在就是纽约时报 前天斯里兰卡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斯里兰卡 这个是第一个瓦解的 但是他们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那边讲得很清楚 他说大家在责怪中国 最反对川普的共和党的名嘴 Causen是责怪 就是说是因为整个环保 或者是全球治理 他讲了很多理由 最后他说 其实真的要责怪的 是整个由西方 尤其是美国所主导的那种 殖民主义式的金融制度 这样子的一种金融制度 碰到斯里兰卡 那个大概大家都同意责怪的 那叫Rajapakas 的那个总统跟他的这个王朝 就开始在掏空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整个过去 到今年的7月为止 他的外债510亿美元 而中间有将近是相当高的部分 当近有三成是必须要在三年之内 要偿还的 250的200多亿 然后这里面中国的债务是多少 510亿 51亿刚好 10% 所以这个作者也提到 其实你挂中国是搞错对象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债务 只有10% 而且这个10%里面 后来我进一步去找资料 里面6成是优惠贷款 也就是还款期是15到20年 不是什么两年三年要你还 利息2% 管理费0.5% 所以整个斯里兰卡 面对的债务绝大部分是 西方 欧洲 美国 日本 中国只有10% 然后他讲的这个港 能够进来这个港 这个汉班托塔港 其实是2010年开工 只有总经费多少 17.6亿美元 斯里兰卡即使如此 他也拿不出来 因为他已经欠了这么大 所以后来就妥协就说 那在2017年说 那我让你经营99年 我就不用给你钱了 是这样子的 那经营这个港 能够赚多少钱 现在这个港 来了一个中国的研究船 它是海军军队的研究船 居然美国 印度说 你不可以进来 因为那个是在他们而言 是在整个中国解放军 海军的印度洋的 这种珍珠项链 一个港 一个港 一个珍珠一样 他觉得一旦的研究船来 下一次就是军舰来 但是这里面有规定 他不会用于军方的使用 他如果只是停靠 比如说补籍或者是加油 或者是船员休息 我觉得都不是军方使用 也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军港 因此从不管是债务 债务结构到这个港的 整个变化 以及占这个债务的比例 还有这个港 它的使用 以及这个船 你现在就了解 整个西方媒体的这种 在扭曲 其实不是单纯 只是要指责中国 是在要脱罪自己本身 这种殖民主义式的 这种借款计划 让这个坏的领导人 能够去掏空这个国家 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公司 跟个人里面不是常见吗 一般的国家 都有这种监管制度 但国际的监管制度是什么呢 谁造成今天 是以兰卡这个样子的 没错 好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是 台湾未来五至十年 处于美中休息抵德陷阱 撞击的核心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的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避免他们两个的撞击 也就是说 继续维持国际的秩序 或是美国让出世界老大的地位 美国可能让出吗 不可能 只有可能看中国 中国你可以看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 中国因为我崛起了势力 因为我一直在成长的经济实力 威胁到了美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要决心要取代美国 大家认为是哪一个 一 他的势力停不下来 他就是一直在涨 第二 我要决心要取代美国 你认为哪一个 我现在告诉你 美国从来 对不起 中国从来就没有想要取代 当这个世界老大 他一再地讲 我不要在这个世界称霸 但是他的势力挡不下来 你今天可能说 我们今天就要求中国说 你现在停下来 你的经济发展 退回到20年之前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准再经济成长 不可能的 那个成长的力量 不是他决定的 是整个的国力在那里走 但是中国一再地讲 我们不会称霸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胡说八道 中国讲这话你能信吗 我可以告诉你 研究一个国家的侵略性 会不会称霸 你去看他5000年的历史 中国5000年以来 大家记住一个 什么时候往外打过的 好比说英国 全世界都是他们的移民 五月联盟全是他们国家的移民 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往外移民 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想要去 在这个世界称霸 唯一的例外是哪一个朝 元朝 但是元朝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曇花一现意外的篇章 除此以外从来没有 从历史看 中国绝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 不是一个侵略的国家 他也无意要取代 美国老大地位 但是他崛起 他自己都挡不住的力量能力 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好 你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